鬼谷弟子王队一 以阵龙脉九年之功德 学习鬼谷英灵 天道四九 顿去其 唯武法皇海奸佩帝 好小子 坚持住 死了 这座子 千名老鬼也敢叫消 欺负王四九 射刀七十载 杀佛陀过千 出邪虫上万 愿以一生之功德 死您正鬼谷之契约 射界天威 大秦万灵 帝又无我 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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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阵刀中 本王归宿 你得千年痕闹 这不你血传了 不要动我 这九家 这九家都是以完毕嫡女配婚为债 射我王家鬼谷遇到 你要在三年内带九女上山 完成九凤朝龙祭祀 方能破天缺地毙命运 让我魂天分离 方能入土为安 否则 爷爷 等我 等我 哎呀 哎呀 这是逃婚的呀 呃 喂 是不是那能走吧 哎你小子怎么不给钱呢 哎我没钱啊 你不让我搭了顺风车吗 找个马是吧 哎呀师傅你别吵了 快走吧 他的钱我来给 他的钱我来给 哎呀师傅你别吵了 哎呀师傅你别吵了 算你小子好运啊 遇上人美心善的好人了 谢了美女 若林宝贝 你真逃婚了 快快快上车 等等 你这人要干什么 美女 你有大凶之招啊 臭流氓 敢调戏我家若林宝贝 我是说我会看相 他有桃花血节 有大凶的征兆 敢在我猪鸡儿面前装成龙鬼 我打死你 没事 没事吧 我没事 那骗子有事 小姐你相信我 你天庭会暗 你厌腾掩斥命分花上 你这还是受他牵连 你还离见我们 你运势下行 恶运残善 他逃婚找你 你哪命 神经病 若林我们走 东方不败于千禧年三月 蛇星秀玉刀一病 求之于东方朔寒冰怪病 愿谢恩丸必敌女为王家妻 并与六臣家产为嫁妆 我来收债 有没有意义 是 是 是这么个事 不过 人死在消 当事人都已做股 债务是两家之约 东方家想赖账吗 我 我东方家 在金市 那也是有头有脸的家族 怎么做出耐账的事 都是你 如何证明 你的身份呢 鬼谷刀印在此 剑此印等于剑刀主 还需要什么理由吗 这些的物件都是死物 鸡鸣狗盗主妇 也能拿到手 要是九爷你们还好 就你小子拿着死物 你想寄予我女儿和家产 回门 你个虾猫 还想娶我侄女 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啊 说不定正如本人念音 叫凭你 我担任东方集团总裁 被万千人生计 要价怎么也得是给金真龙 不过就是一个江湖叔叔 我绝无可能为了这射刀婚约 交给你 好一个道貌爱然的东方家 可这射刀寨 是这么好赖的 我 你走 星宿为正 千叶为记 鬼言不见 天灵不弄 王先生 请等一下 请等一下 东方小姐还有什么事吗 射刀寨 射刀寨也是 我东方家认 但我东方寒 绝不会拿回约做交易 约定的嫁妆可改为仇谢 千禧年射得刀 那时我东方家财产不过千亿万 二十年算上通账和利息 我给你入价 射刀寨已被勾销 如何 不行 你自己也太贪心了 小子 六千万 足够你无忧无虑的过一辈子了 我不是为了钱 我只需要如期带走人跟我婚配的东方敌你 这不可能 王家小子 你要么要钱 要么 我什么都得不到 告辞 你跟你们说一句 射刀寨都敢赖 到时候刀金钱 别来求我 这这 鬼谷王家 还是很玄乎的 这小子 是一口一个天钱 我这心里 还真是有点不踏实呀 奶奶 这种话已经你们老的背会信了 无神论时代 马尔文在天险了 反正啊 我不是不会兑现这赦道债的吗 爸 爸 这这大哥浑身冰冷是不是真照天险怪病发了 快快快快快快快送医院 什么 没见过要被猪拱的美女啊 没见过要被猪拱的美女 吵死 你知道我谁吗 要不是老子疼不出手来我非得抽死你呀 老爸 老爸我们走到了 老爸我们走到了 你小子还有事 他好像不太愿意跟你走 干嘛丑死 啊 走走走走走 啊 为非作歹满嘴喷奔 身下怎么竟是你这种垃圾毒的 手中你松手 老子弄死你 还难以劲了是吧 小子弄死 ¿ 或是 那你们城里人还挺会玩啊 啊 你 别走 我 不是哎你不要抓我衣服你不要抓我 小小姐我告诉你再这样的福 我真的受不住了 美女你怪我了 我还治不了你了啊 别动 给我住手 你叫我说你叫我老大 美女我说这是个巧合你信吗 我似你个姐让我去 哎那个那个我听不是我 是不是流氓警察坐了算 哎 哎别这事好想念行吗 妈 不快别碰别碰 哎 哎 啊啊啊啊 啊 你的臭流氓我杀了你 不是是你把我扑倒的 我把手机给我我不行 哎不行这叫什么事啊自己还要弄着 我就是常常见过过来的 你和我小说是我的 你真是凶大动脑是吧 你看看他情况你再说 哎 死色鬼你走开不走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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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不是哎 你愣着干嘛你快过来帮我 不是你让我飞流氓 你再不过来我衣服都要被他扒掉了 不是帮我 啊 周灵宝贝他该是怎么了 被吓药了呗还能怎么了 啊 那赵总去医院 现在送医院来不及 他这种情况如果无期是这 会伤及神经 而且还会有护育症啊 那怎么办啊 哎你把他抱起来抱紧这 哎 哎 死色鬼你干嘛呢 哼 我有鬼门十八摸的绝技呀 我可以跟他拍不光 你看我信你吗 哦 那他以后要是有风水 大家别失劲 别怪我现在没救你啊 死色鬼你要是敢骗我 相信我杀了你快点 啊 我这在哪啊 你被挪风里死胖子给吓药了 好在你被另一个色狼给救了 另一个色狼 要回你 又见面了 是你救了我 哎呀 你之前也帮助过我 现在呢 我也不可能眼睁睁看着你 早点 谢谢你 甭谢我 只要别说我是什么色狼啊 把骗子呀都好 喂 王顿一 我爸怪兵复发出院了 是不是你倒的鬼 东方航 你你们家赖的账 欠的债造的灭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马上过来 要是我爸出了什么事 我跟你拼命 你脑子有病吧 你认识东方涵 啊 若没必要我也不想开始 那东方家的签债情况 喂 欸 王先生 都说我们不对 看在我们两家有婚约的份上 能帮我东方家渡过难关呢 谢谢你 靠清楚啊 这家伙跟东方寒有瓜葛 我得搞清楚 说不定能拿到东方寒的把柄 哎 王多姨 你好像体温似的 哼 那当然 山医命像谷我无所不惊啊 那我们请你当保镖可以吗 哎 大丈夫岂能郁郁九居人下 拥击一万 大丈夫也怎么来不受接呢 一天一万 而且是二十四小时天生保镖 那我现在是你的老板了 你可以跟我说一下东方家的接下情况吗 啊 开难 得加薪 哎 你 哎呦 王大师 你可来了 这天谦也太可怕了 我还以为你们不怕天谦 这鬼速玉刀的债你们也敢打我 哎 不不不不 不敢躲 不敢躲 哎呀 这天谦啊 把我们害得太惨了 你赶紧把我们解决一下 你看 这半天的功夫 我哥他就病倒了 我那想好了呀 骗了我几百万 我妈上个卫生间 差点被摔死 排球大师发发慈悲 求求我家大儿 解除我东方家的天谦吧 其实你们只要诚心还债 天谦自然会消退 我许你们看 他状况是不是好的 哎 真的 他脸色好多了 他 他现在还没醒呢 因为你们东方家有赖账前科 而且现在也只有你们二人诚心缓债 诚意还很难说 所以他也自然不会醒 那那那如何是好 当然是你们全家人一起履行承诺 哎 我有标提醒你们一下 机会只有一次 天谦卷土 犹如天谦 神仙也能救 汪顿义 你少在这个阴总 小汉 祝你说话太多 别惹大师生气 又招来天谦 大侄女 你看你爸的病 我们刚承诺完就好了不少 奶奶二叔 你们都会被这样 爸爸那样好转 说我找天师祈福了 我找天师祈福了 啥 王顿义 别也有不知道是你道德 就是为让我们东方家有饭 有些人未拿过 这是不择手段 你又是哪位啊 我是徐家徐不群 来揭穿你阴谋的 奶奶 二叔 你们都被这个垃圾给骗了 什么意思 这个垃圾基于寒寒的美色 依仗歪门邪道 不择手段让你们妥协 这种垃圾 就应该乱棍打死胃狗 不会吧 赦刀寨之事 我也亲眼见证 无私作家 奶奶 那是不是他出现之后 你们东方家 不是个人呢 这倒是 只不过 奶奶 是我不愿意离行婚约的 就算有天谦 是不是应该先落到我身上 天谦讲究因果循环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还在这儿妖言惑众 我已经请来了 道行高盛的潘天师 自贵凑寒 潘天师 有请 这位是顶级风水天师 潘道渠 有他在 一切痴魅亡粮 无所遁形 能够保你们东方家 疑瘀 那你 真能解决这事 什么狗屁天气 不过是咒孕之术吧 小大王人 遵守承诺 万事大吉 别的路都是死不一条 东方寒 你确定你要相信 他们是吧 王敦一 拿着这六千万里开 只要你不再搞什么 埋门邪道 我就不会追进 你做过什么 有钱就是好啊 王敦一 你干什么 钱真能买到一切是吧 成器难道不比钱更重要吗 我真是白来一趟啊 韩瀚 相信潘天师 没问题的 凡夫俗子 胆敢触碰天谴之事 里面有几条 没有 够带来一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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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突然这么猛呢 是 你刚才还好好的 你刚才还好好的 你跟他 他他那样吗 他那样 你看看又糟天谴的不是 大家 你放心 有潘天师在 是不是一定 切磕的听事的 等待吧 我的朋友 那你是 可有何美丁 想的问题 但我师父正伤重 大点开心 叛天师 只要能救我爸 那种东方家必有中心 哼 能成功才 荒阳杀就 走 啊 啊 啊 怎么可能 不可能啊 哥 都是你想的带的人 害死了我哥 我今天要让你偿命 跟我没关系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跟我没关系 东方海 你看看你干啥好事 你害死了你爸 我本一也是想救爸爸的 苍天在上 若我儿能言 重新随受 折到债 求你收回神通 给他一个选择吧 哈哈哈哈 林宝 你说的不是吗 我 王段仪你可我算来了 我爸随我回去 你就负责保护士林宝贝 啊 我警告你 不准起色心 坚守自盗 听到没有 我还怕老板潜规则我呢 我你这人真不要脸你 哎呀 我们山里的孩子要能玩没用 房间在哪 那边自己去吧 啊 你干什么呀 哎呀 哎呀 抱怨了 我说没有人 我弄疾不上去 这一下好了 尿得憋回去了 啊 现在困死我了 回去睡吧 谢儿宝贝晚安 孩子要打开 啊 公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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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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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儿高度谁会找我关键 你欺负我了 啊你你良心我什么都没做呀 你 那这是什么 那这是什么 我真什么都没做 这有落红了你还想在这 哎我又不是牙签我错了你总有感觉吧 那这都是什么 一节下沉你水箱逆冲你扔回来 可以吗 哎救了你不出去出去出去 谢谢啊没事 刚才不好意思误会你了 没事就是你连自己周期都不知道你是越境不掉啊 看了很多医生都没有用 而且很痛 我能吃 你嗯 行不行啊哎男人怎么可能说自己不行呢来躺好 躺好为什么要躺下呀 你不躺下我怎么帮你治疗吗 躺 平躺 来 哎你你干什么呀 我给你按摩呀哎我鬼门十八摩可被称为一界的一绝啊 健体驱兵无疑不同 十八摩 你这这怪怪怪的哎呀怪了你一会就真怕得厉害了啊来吧 好舒服呀 我说我活好没骗你吗哎哎我以为还能忍更舒服呢 好舒服呀我觉得没那么痛了 好热呀我 好热呀我 兄弟 你见过有人穿着衣服 干那件事了 有多啥 你该不会是来抓我回去 旅行那奇葩婚约的吧 我告诉你 我死也不会回去的 妹妹 我的好妹妹 我是来帮你出主意的呀 主意 对呀 你想想 现在如果有一个足够优秀的男人 然后生米煮成熟饭 这大伯也不会说什么呀 对吧 确实是个好办法 这巧了不是 我刚好朋友要回来晚上见见去 不麻烦了 我已经有人选了 你不会说是她吧 对呀 昨天我们都睡在一起了 我们家若林宝贝已经名画永楚了 大舅哥的计划可以完美之时了 手打开 什么当子配得上我妹妹啊 配不配得上若林宝贝说的算了 我还担心我配不上你呢 妹妹啊 你要是找男人等挡箭 别随便找个垃圾回来呀 说什么呢你 你那些不符合我才是垃圾呢 我告诉你 我的事情我自己做主 行 那就别怪张哥的 他要是不愿意走 没有人能带走 他要是不愿意走 他要是不愿意走 没有人能带走 小子 你知道你是在找死吗 你要是在动手 你就是找死 行 刘总 刘小子 刘二连 晚上七点钟好在酒店 我见不着你 我让大夫妻子来找你 哎呀 汐儿还说这里很隐蔽 他们一块就找过来了 睡下完了 我看你面相平和 没啥危险 你怕啥呢 哎呀 反正晚上你得以男朋友的身份 配合参加宴会 先稳住我哥 不然我爸来了就真的完了 你咋这么怕你爸呀 我爸超胸的 还好是我哥来了 不然他被打死了 骂我装你男朋友有生命危险的 哎呀 这不是我爸还没来吗 得加钱 没问题 别把希儿叫上 有他在 我堂哥不敢把我们怎么用的 若琳 这位美女是 我闺蜜 朱家千金朱希儿 幸会幸会 我是若琳的堂哥 我叫刘东强 金氏的青年才俊 我大家都认识 我得替若琳宝贝把把关 别被你这当哥的给卖了 希儿小姐放心 今天我介绍的这位 绝对是金氏的顶尖富二代 绝对配得上我小妹的 那个难受 小妹 你把这肺部带回来干嘛呀 她是我男朋友 有人觊予我 她岂能不来 小妹别装了 我都知道 她是你的保镖 以前是保镖 但现在我们已经确定关系了 我乐意她付我一辈子 你这废话怎么配得上 我们刘佳的掌上明珠啊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反正我已经给你面子了 如果你敢在我爸面前 搬弄是非的话 我可不认你这个哥 小妹 哥是这样的人嘛 反正啊 你进去对比对比 绝对比这杂有强 走吧 罗小 来了 罗小壮 怎么又是你这怎么玩意儿 原色一切都是原本 嗯 若霖小姐 我现在才知道你是东强兄的梦梦 哥 教学什么胡宫狗友啊 你知不知道 他昨天差点给我迷奸了 罗小壮 你真后颜巫是怎么敢的 误会 那肯定是误会 若霖 我是因为太喜欢你了 而且昨天又喝多了 所以我才这么冲动的 我今天是真诚来向你告白的 还请给我一次机会 你没机会了 我已经有难过了 小子 使食物者为俊杰 我确定还是离他远点 这句话我偷让送给你 你敢觊觎我的女儿 你活腻了 嗯 我最喜欢这修罗场了 要不然 你来打一场吧 罗小壮 为爱求偶拼命 快丢人 那君子动口 不动手啊 匹不知有 让表台面的 并且我妹妹本来就是 云师的第一美人 而且有婚约在先 实力不够强 那我大博士不会同意的 那就坐下来 比一比综合实力呗 对 好啊 那你招吧 我们罗家资产三百 未来我是罗家的掌握人 如果投胎运气 也算一种实力的话 那我长得比你帅 是不是也是一种实力 我是颜控 我干爹是金氏的地下皇帝 在金氏黑白 我 都是跳梁小丑 你很赶快 行屋有力的男人 最有魅力了 我是米国的留学海贵 我上山古学 传统学术数十载 山一令乡 下国传统文化魅力 天下无双 这位公平 对你们两天 哎 这不是也是我的个名 快快 我小装 你说的好惨呀 快快 我小装 你说的好惨呀 不行 王定一 我要跟你来一颗男人俊赞的较量 在这儿 就在这桌上拼酒量 看看谁是真野蛮 对 就在这拼酒量 输了 比我没远一点 哎 要是我赢了呢 你赢了 我放弃追求他 你别答应他 这人没别的本事 但他是酒神 你喝不过他的 怕了呀 怕了那就滚 然后红人就说你不是个男人 也不是不可以呀 只不过我呢是若连的男朋友 你是个外人 呃 这个赌注凭什么有样啊 那你说怎么做 加点彩头啊 你昨天不是想做那种恶心事吗 今天就想道个歉就一了了之 这就是你的大家伴 对 罗小装 其实你说的 如果你说了 你就给他们一人赔一千万 一人一千万 可以 好啊 一起吧 什么 哈哈哈哈 这不知天高地豪的啥给你疯了吧 你干嘛呀 我哥他可是酒仙 你是不是嫌我烦了想离开 我故意这样的 没有 我这也是为了你好吗 如果我侥幸赢了 大宋哥 你以后保证不为难若离 我本来就没打算为难我小妹呀 既然你这样说 那就玩玩呗 既然都是九仙九胜的 那我们先搞三步吧 没问题啊 关键是你们能搞下步 呦 速卡的鱼汤吧 呦 还投无汤 这可是五十六度的白桥 你要是能炫玩六个不对 我给你叫大吧 遇到这样的傻子算我一个 嘿嘿 好啊 又加错 干 我们俩先干一个 祝祝信 你两个 再来 你俩该认识叫爸爸了 他算每个人冲安部 我叫他爸爸 我别吵他 你要是把老子折磨了 老子把你沉藏喂鱼 早就看不惯他了 弄死这小子 弄死他 我弄死你 我弄死你 我 啊 啊 啊 说话不算话的人 留着舌头有什么用啊 啊 星巴 你不要给我舌头 我马上给你转账了 啊 滚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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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高了老板夫啊 你西亚还在这呢 什么叫我在这 要是我不在这你就任君采结了是吧 你俩有情况啊 哎呀 反正我任务完整了 我走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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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顿一 怎么是你啊 你 你 好啊 你现在不来感谢我救命之恩 反正认为我在害你去吗 太草了 很难不怀疑 哎 你还有没有点心啊 要不是因为射刀斩因果你以为我还管你啊 你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老子费劲巴拉算到你遭天窃了 遭天的地点掐着点来救你 你现在就这态度是吧 你们东方家族是不都是白眼的啊 先别走 我脚伤了 哎 你求人就这态度啊啊 你不得给个笑脸啊 又不是我欠你们呢 哎哎行行行你别笑了别笑了 不行 走吧 你没事吧 你的手别乱放 手没事 喂 王段一 你就是在夜会狐狸精吗 喂 你这是在夜会狐狸精吗 汐儿别乱说 应该是救人赖着给你 哎 还是我们家瑞丽木的东西 呦 这个是东方大小姐吗 怎么 人前冰山美人 然后试试诱会啊 初心啊 哎 你们俩认识啊 何止是认识 刚才你怎么不把他椅子里面得了 哦 还说是冤家呀啊 初心啊 没能如你所愿 你是不是失望子 那倒也没有那么失望 堂堂东方家大小姐 在这里面尸身诱惑 好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呀 我得拍下来 你敢 你这是计较我吗 那我还真的拍下来 以后可就可以拿你你了 谢 你变成 我就是看不光这女人 平时跟个冰山雪人一样 这会还不是交如做做 勾搭别人的懒人 王段一 你要搂这水水 要到什么时候 你对得起床林宝贝吗你 哎 搂紧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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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搂紧点别让我摔了 东方寒你要一只脸吗你 不要脸的是你们吧 我才是正主 不得被冰山搂着我的腰 就算了 什么 那算的是真的吗 我 是我跟你有婚约 去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骗你 哎 不是我骗你什么了 哎哎 你赢了吗 汪段一 真有你的吗 有婚约还来勾搭我们家零二 是我我什么我 我告诉你 要是真的想和铃儿好好在一起 就把这娘们丢回家里边 你这是什么话呀 朱希儿 你脑子有动吗 我为婚夫怎么能伤害我 奶奶我请你手说两句行吗 很好 汪段一 没想到你真是个懒人 解释解释什么 解释你对东方寒的腰如何爱不失手吗 朱琳宝贝肯定伤心度了 我告诉你 我祝你俩永垂不小 你还会避免你 你干嘛 当着我这个未婚妻的面 你不敢在外面张花惹草 现在什么我确定 冤枉你 你 先送我回家 再这么吹下去 你扛得住 我会扛不住 乱都走 好了 我到家了 你回吧 不是 这就完事了 你还要干什么 婚约呀 你到底履不履约呀 婚约呀 你到底履不履约呀 我绝对不会允许 自己被迫嫁给一个不喜欢的人 结婚还可以退婚呢 一旦债权关系完成 我再退婚就是了 你这是侮辱我 还是侮辱我登方家 我侮辱谁呢 你说退婚就退婚 你说婚配就婚配 你这是要置我登方家于何地 你若心有所属 又看不上我 又为何讹着我登方家不棒 我没讹着你呀 我就是说这是天谦呢 我只是 我要洗漱了 你回吧 你等等 你到底答不答应呢 等你真心要娶我的时候 再说吧 东方你不能洗澡有危险 你吓唬谁呢 我在我自己家洗澡 那有什么危险 你天前水节还没过 很危险的 我浑身都湿透了 救我流泪 还不能洗澡了 你这样 你要卸行 放我进去我还能保护你 王顿一 你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 刚才救我的时候就想乱摸 现在还想不要跟进去 没吗 哎呀我的老天爷呀 你们女人疑心病怎么这么重呢 我是不会帮你进来的 我能保护好我自己 都差点被淹死了 还这么自以为是啊 大 啊爷爷呀 你给我找到这都是一些什么女人啊 天前时间快到了呀 难道我算错力度了 啊 我 我看不光了 哎呀 让你怀疑我不让我守着 这下好了吧 算被我看不光了 哎 那女人衣服怎么这么难穿呢啊 哎 这妈干嘛 你干嘛 穿我衣服 真的你两次我都没办法搬我走 搬我搬 哎 我这根子你都看不光了 也没得也没得 我看光吧,毕竟我有点可疑 你变叹色了,我带出货中的 完了,用一个熊猫脑上 我告诉你,今天晚上最好 12点,先都别喝水 等会 你先追滚他人 你拿我当羞体 还让我追滚他人 你在客厅等会 我有话 哟,想明白了 谢谢你,今天救了我两次 你就不认为 是我的做的局 是有那么一点点 毕竟你这个人太奇怪 不是,我就不明白了 我这么帅的帅哥,我哪奇怪了 我就想问问我爸的病 是不是你导的鬼 我们鬼谷王家借天道行事 绝不会害人,如有则天大离屁 欢到徐说我爸体内 有什么结界之力 欢到徐说我爸体内 有什么结界之力 那是我爷爷巧夺天宫向天借来的 为了,就是抵御你爸身体里面的悬阴寒脉 这样你爸才没死 那为什么我爸的病一直反复无常 尤其是你走之后,时好时坏 至亲的嘴才是风水啊 奢刀债 行天事,如有违逆 天前一身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你爸现在昏迷着他应成天道之力 然而这些呢都来源于至亲 你奶奶和二叔之前承诺过替他还债 所以天前消散了 可是你说过什么呢 我说过他一定会支持我的决定 我见过坑爹的,没见过你这么坑 所以我爸的病一直反复无常 是因为我犹豫复决,幽幽寡断 之前我善意地提醒过你 可你们呢,却把这理解为一种危险 对不起 哎呀,其实也没啥了 其实只要你们成心还清债 我也不会有天前临身的 甚至你们要是完成了 还会有天道祀福 那你又不喜欢我 我同不同意,有什么意义呢 哎呦,我的姑奶奶呀 你至少能让东方家脾气太来吧 而且感情和婚约它是两回事 好吧,我知道了 嗯,剩下的你自己决定吧 对了,我得走了 省得呀,又被你当成流氓 哎,等等 那个,我送送你吧 哟,我没听说吧 行了,得送了啊 我相信 王队一 难道我养了这么多年的龙鱼 被你拔得逃成 这个扎子 陆总 我答应帮你办事情 但是我要让你换了三个人 这个人有点本事 你要让所有的高手 今日全部出门 王队一 你,你敢够我死 我要让金氏的地下皇帝出门 王队一 老板,找我什么事 有人呢,想买你的命 不住了啊 我怎么刚到金氏就有人想买我的命啊 谁啊 按江湖规矩 对,我不能告诉你 但杀你呢 绝对不是我路由人的意思 要不这样吧 你啊 还有什么人员呢 告诉我 帮你办的妥妥的啊 哎呦 够讲究 但我想问一下 我的命值多少钱 无限钱啊 我靠一文不值啊 这样说吧 这是无价的 这样听着 是不是舒服一点啊 心里是好说多了 行 杀了你呢 我劝你一条面 最后给你自己玩 还有什么要我办法 嗯 你这样 我还有九个未婚妻没娶的 你帮我去办一下 你想去玩我 得 那这件事你都办不了 别的你更办不了 那我还不能死 打死 红家 打死 红家 神若鬼魅 道志高 不高不高 这比泰山高一点点 我认栽 要杀要挂 西天尊便 我看你也是个讲究人 这样给你留个一言吧 除了杀人越货的事 其他的我都能把你办 高人在这讲究 陆某人佩服 我看你龙行虎步的 也颇有销琴相 怎么为了求个人 还杀人越货了呢 什么事办成这样 就怪我亏心事做得太多 报应到了家人 让我算算 诸事不利 家宅不宁 最让你寝食难安的 应该是你小儿子的梦魇 高人还会 算悬术 比起杀人拨命来说 我更擅长的就是 奇门玄学 说来也巧 你儿子有活不过精 黄泉路上他能跟你做个伴 高人 求你救小儿一命 陆某人死而不汗 要不然 你射把金刀吧 高人是射刀人 传说中的射人一把刀 预言实现财收钱的射刀人 那些都是挂羊头 卖狗肉的江湖骗子 怎么能与我鬼谷王家相提定论 鬼谷王家 传说中的玄学至尊 刚才我居然敢杀 鬼谷一脉的爵士高手 我真是罪该忘记 陆天雄 射金刀所以何事 求我小儿 梦魇教师 家宅安宁 家人太康 大击大力 我靠你这院都洗到顶头了 你知道吗 高人见笑了 那除了你这条命 你还有什么能敌给我的呀 我陆某人 还不用资产 愈迅速奉杀 你报告人的救命之恩 写清楚你的所求所舍 蛇刀在 这 这 这 你为什么 先生 钱 哎呀 月黑风高杀人夜呀 不是 叔叔 你不是对去看我儿子了 我又不是医生 我进去看他干啥 你不是说我儿子活不过 求我吗 现在都已经成了这 你已经欠下了 蛇刀债 你急什么呀 再说了 你见着你儿子 你不就死了吗 你本白死 只要我儿子活着 我死而不怕 好 够爷们 这些呢 是缺的东西 虽然现在是半夜了 但以你的实力 一个小时之内 不困难吧 行 我做就吃吧 屈煞阵布置完成 没什么感觉 你还想要啥感觉 女鬼伤身吗 不是不是 就是鬼谷王家呢 名头太大 如果说能看到 一些玄幻的景象的话 那我就死而不怕 你是在怀疑法阵的效果吧 不敢不敢不敢 我就是有点担心 我爸在这 啊 驱煞阵是风水阵 是借助天地五行之气 来驱邪必煞的 常人当然没啥感觉 不过效果好就行 啊 王爷 王爷 小串也他 碎一下了 不存储了 不大吼大舅啊 不了不了 没有了 他呼吸还匀着 碎丝很安详 保健医生也说 他好了 我儿子不会死了 他活不回来 好 好 老爷 这真是奇迹啊 这位大师 年纪轻轻 了不得 现在 感情的话 我就不知道怎么说了 现在让我死 绝不二话 你不想再看看你儿子了 你愿意 都给我些时间 我会给你时间 让你看着你孩子健康长大 并且结婚生子 先生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杀你咯 谢先生 不杀自恩 你要谢就谢你秉承的这份父爱吧 去 马上去办手续 把我们一下所有股票 全都转给先生 什么老爷 这 啊 什么快去 啊 真是 等等 你也不用都给我吧 先生 天雄 天雄 绝不敢死场 生了钱财 一律奉上 哎呀 我没开玩笑 你别总跪着的 我脖子是真疼的 先生 那刺刀债 不是不打折扣吗 我没打折扣啊 我还给你死场 这可以吧 先生 天雄发誓 从今之后 救救你的一条狗 若有二斤 断子绝孙 帮我打理好这些财产啊 行 先生 你放心 你在那六十亿啊 只会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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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你你 你有一百亿资产吗 保证全部都是合法的 啊 我的心好痛 先生 你要收回 谁都可以 你打我脸呢 天雄不敢 哎呀呀 起来起来起来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是谁指使你杀我的吧 不坏规矩吧 先生的规矩 就是规矩 是那个徐步群 叫我来杀先生你的 哼 跟我猜的果然一样 徐步群身边养了一个风水师 你是想让他救你儿子才过来杀我的吧 先生 你放心 从今之后 我陆某人于西家 无用待天 就说我贫光一切 也要让他损失惨重 刚说好要替我打理财产 现在只要拼个你死我 我不顾一切了 先生 我总该做点什么吧 嗯 徐步群多行不义 避自避 这样 在适当的时候 折腾他一下 不过千万记住 别做到上帝一千自身八百情况 书上明白 若林宝贝 很晚了 去休息吧 我不困 哎呀 王顿一那狗东西 跟那狐狸鸡 你弄我弄的 我配你这样在意他 汐儿 万一他有自己的苦衷呢 他能有啥苦衷 他手都捏都放在腰上了 而且他们还有婚约呢 我不也有婚约吗 哎呀 你们怎么能一样呢 你是逃婚逃出来的 他却是不清不楚的 反正我看他还是乐不思索 不会回来了 我们呢 还是开心一点 还是试一试 咱们参会的礼物吧 好不好 开心一点 嗯 哎呀 起来了 起来了 我们试一下 哎呀 啊 哎呀 我怎么你转过去 呃 你怎么这边不敲门啊你 我我又不知道里面有人呐 你这死定了 哇 你个女人你下手太狠了吧你 打你都算亲的 还敢有脸回来 怎么在外面表现不佳 被那鼓励精赶出来了是吗 哎 你可以侮辱我的人格 但你绝对不能侮辱我的体格 你知道吗 今天晚上我跟东方喊什么也没干 我信你个鬼 别跟我说这大半夜的 你说去几个小时去救死扶上去了 哎 你还真能掐会算 一个大男人跪下来去求我给他家做法 他儿子梦魇将死 我能袖手旁观吗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王顿一 你做的对 若林宝贝 他就是瞎胡扯的 你也信啊 只要他回来 我就相信他 你什么厉害了 真可怕 要我说 他要是赶你以你的男朋友的身份 参加凤母天教会 这 这会不会太直接了呀 东方喊会和我竞争奖酱的 到时候肯定会去 王顿一 你敢睡吗你 有什么不敢的 那我们早点睡吧 又一气啊 喂喂喂 什么早要啊 你们昨天晚上 不是不是 我的意思是不早了 我们早点休息吧 明天你记得去选一套好的医护 不然有些人又会苟延长一滴了 嗯 我说 买不起就别发朋友圈装逼了 丢不丢人啊 我这不在试吗 快别试了 买不起就别显 哎 哎 你什么态度啊 我什么态度 嫌我态度不好啊 嫌我态度不好你滚出去啊 哼 这到哪都你这种狗眼看人逼的啊 店长 你这是 让你有点眼见 别在这种废物身上浪费这么多时间 去 把这衣服都收了去去去 哎 这些都是我精心挑出来的 你要把它收走了 我买什么呀 啊 你是真的要买吗 当然了 这些 我全要了都给我打包 而且 只能算作你的绩效 装逼成影了是吗 赶紧给我捆出去 不然我再 好了啊 这就是你们今次服装业的代课之道吗 是谁给你这么大的 把贵宾往外干 两位小姐 这个货就是来蹭衣服拍照为装逼的垃圾 你们现在很贵宾啊 我亲自接待 就你这有眼无珠的东西 也配接待我们吗 美女 这说的是哪里话啊 普通话 我看你不止眼瞎脑子也废了 你瞧不起的这个人正是我的男朋友 哦 你们是一起的呀 怎么 眼睛也瞎了 今天马上给我男朋友道歉 还有 他刚试过的所有衣服 我全买了 笑死我 野鸡 配穷狗 还在这里装贵人让我道歉 你配吗 你这工女 竟敢敢打我 敢对我朋友无力 我废了你 哪里来这么嚣张的小才妹啊 啊 你知道这家店是谁的产业吗 说来听听 今世绝代生疏之一 朱家千金 朱熙儿就是我家老板 啊 是我的店 老板 朱伯伯 你自己的店自己都不知道啊 这就产业太多了 这事就好办了 你这店长到头了 老板 我知道错了 再给我一次机会老板 给你机会怪我名声回我产业吗 刚才我看照片 是你一直在接待他 对吧 是的老板 你该小心 啊 这个女孩的服务精神很不错 小心 从现在起 你就是这个店的店长了 谢谢老板 好好干 进店就是贵宾 以后不准再出现这样的事情了 小心 绝不辜负老板信任 你走哪去 以为这就完事了 老板 朱大小姐 给我朋友真诚道歉 获得他们的原谅 否则滚都没想滚 是是是 两位两位 是我刚刚冒犯了 有眼无珠了 两位 求大人 大人有大量 饶过我吧 把我当作一个屁放的吧 好不好 这得看我男朋友远不原谅你 扫兴得完 滚吧 老板 我 王敦一 若林宝贝 让你俩看笑话了 哎呀 手底下这么多人 有人犯错误难免的事 既然是西洋的店 那就挑一件吧 还挑什么挑啊 看不起我是吧 王敦一 你身上这一身就挺好看的 直接穿走吧 另外 小心 店里所有的款式都来一套 送后看 看到若林了吗 若林 来了 专程给你做的 王敦一 京城阁凤舞聚会来的可都是青年才俊 你来做什么 保镖和司机 有专门的用餐厅 别在这丢人现眼 我觉得他应该是长辈子 你们昨天叫爸爸 不是掉的酒精了的吗 猪火火 你确定要为了这个废物跟我作对 作对又如何 他是我哥们 你们针对他 我还不能不管了 楼上 你 气儿小 你是仗爷 不过呀 王敦一 人呢 一定得认清楚自己的定位 有些圈子不是攀农 富凤就能挤进来的 没错 卑微的人根本不适合来到高端场所 罗凤 我男朋友的身份都不够 只看不起我们明明是刘家 小妹 大庭广众见你得知道羞耻啊你 别破坏了我们刘家的名声 我正常交友 坏谁的名声 在我的名声 他是我的位 东方小姐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你看我像是在开玩笑吗 怎么可能啊 东方小姐和希儿小姐 可是齐民的绝蛋双猪 怎么会和这种相巴老会婚姻 那是我的事 与你何干 大新闻啊 东方寒竟然有未婚夫 徐不群那小子都醉了好几年 也没个结果 他怎么会看上那小子 七千里都还会嫁给董勇呢 再清高的女人 不会有四春的时候 再说了 那小子长得还是挺帅的 这个男人有点意思 金氏两大明珠 云是刘家千金都青睐的男人 是不是有什么特长 你个不知天高对付的神盾 看来还是能让我哥吃瘪的人 那我更有兴趣了 干什么 我告诉你 你不许跟他来 哼 你管我 你 我是你哥 我不能管你吗 哥 你怎么越来越笨了 要是他能成为我的人 那东方寒 不就是你的人了吗 祖杯定下的婚约有什么用 我们这一带都是自由恋爱 黄顿一喜欢的是肉铃 东方寒 你叫省省省吧你 活活说的对 我最讨厌包办婚姻 商恋联姻的 优秀的女人 就该猎取自己的一张人 你又是谁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徐小妹 想做你的情依 由妹妹不会紧张吧 徐小妹 你个妖精 你不会也喜欢黄顿一吧 千千君子 数女好求 有何不复 去 又来一个 这可是徐家徐小妹啊 燕尼比双书还大的有物啊 这位美女 我们萍水相逢你就别再开玩笑了 这真的很麻烦呢 一点都不麻烦 你也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莫比三江 你会关心 像我这样的欲姐 才是真吧 徐小姐 请你把水放下了 徐小妹 你别在这发浪 这么小气的女人 是没人要的 但是他也没结婚 他结婚挺厉针嘛 有空 你没空我 徐老大 那货到底谁啊 想跟你想 跟一方面小姐 诸位多想了 韩瀚只不过是心善 夫人有人排挤王顿一 所以才把封建婚姻 拿出来说的 也对啊 东方小姐 怎么会看得像这种女腿 韩瀚 你可是本届凤舞天交 讲的有力竞争者 先慢证事吧 站住 王顿一 过来 没事 谁让你先交通影片 谁让你先交通影片 我奶奶 我认识那个什么徐小妹 那你还有这面片 不是你们拦着 我没办法拒绝啊 刘小姐 还吃徐小妹的醋呢 他跟你只是玩闹 你的对手 是我 刚刚小姐想多了吧 王顿一对你根本就没有感觉 要不然 昨天晚上也不会回来 不是 什么 感觉跟昨天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没有 没有 谁还没个胸啊 大家安静一下 我宣布 今年凤舞天交奖的得主是 东方海 冠军是你的 老师等我回来 恭喜你 这颗天马座 陨石叶明珠 是我送给韩汉的礼物 多谢谢 徐老大不愧是 金氏青年才俊的领心 出手果然不凡 这颗叶明珠价值超千万 徐少就是大气 不像某些人都没见过这灯堡 小物件而已 比起我对韩汉的心意 不足万分之一 韩汉 今天在这个荣耀的场合 跟大家讲几句吧 王敦一 是我的未婚夫 谁都别想打他的主意 韩汉 这是颁奖台 不是什么话都能说的 我没开玩笑 好 那让我们看一下 你的未婚夫 给你准备了一门礼物 还有这个环节 王先生有所不知 按照凤舞会的规矩 所有人都要给获奖者送礼 我呢 刚才只是抛砖演绎而已 你不是韩汉的未婚夫吗 这么重要的场合 你不会没准备吧 巧了 我还真没准备 王敦一出来乍到 不懂规矩 你就别难为他了 徐小姐 你怎么还帮着一个 想帮婆婆的小白脸说话 不就是礼物吗 我男朋友随便拿一个 都比你们的好 未来科技3%的股份 市值2000万 贺东方小姐 刘若林 你能不能给咱老人家留点脸 股份是你的 跟他有半毛钱关系 我的不就是他的吗 我活这么大头次听说 让自己女朋友送礼给未婚妻 王敦一 你是不是个男人 他的男人资本 还轮不到哪个人质 王敦一 你无需在一旁人所说 你能来就是最好的 对 王先生刚从婚礼出来 也没有什么好事 拿不出什么好事 大家就别难为他了 也不算为难吧 女巫这个东西呢 我只是觉得 再值钱的俗误 也是对我未婚妻的玷污 王敦一 说你胖你还喘上我 还俗我 那你拿出一个千万区别俗我来 有 巧了 刚好我朋友送了我一张卡 那这张卡呢 就给我未婚妻随便刷一刷吧 嗯 恒隆之尊卡 存款十个亿 信用透支三十个亿的 恒隆之尊卡 不会吧 这废物怎么会有通通支撑卡啊 我也懒得跟你们争这张卡的真假 这样 我呢 还有一个平安服 就送给你了 我没听错吧 平安服 地摊上骗人的东西 你也好意思拿出来送人 王敦一 地摊上随便买的东西 好歹走点心吧 啊 哈哈哈哈 一人一服 心诚则灵 王敦一 你当韩汉是三岁小孩啊 这种东西 不然是 哎 我就这个礼物 要不要随你 我要 真乖 记得贴身放好以后 会帮你命的 哈哈 你就算为了王敦一的面子 也不用这么委屈自己 不 这是我今天收到过最好的礼物 东方小姐 没听错吧 这不公平吧 一张平安服 能比得上徐少送的一名桌 东方小姐 你再给他做拖吧 让这小子 卖平安服喝韭菜 罗峰啊 我看你就是最大的韭菜 你说你印堂发黑 黑的都快变人种了 你不久肯定会有血光之灾 看在你教过我爸爸的份上 这样 这张服我打最小卖你 王敦一 你要是再提这茬 我弄死你 你信不信 平安服对吧 我看今天能不能保你平安 那你要是这种态度 两千万我也不卖了 小姐一定见你 我命贵得很 我告诉你 我今天就要看一下我罗峰 今天在这金城阁 我能出什么事 你告诉我 我还能跳舞呢 我说什么事 告诉我 真惨 真是骨子都救不了找死的鬼 都说你有血光之灾了 你偏不买我的皮安服 现在好了吧 现在好了吧 这些王的真险 算的可真准 好神秘的男人 我都心动了 小和罢了 而且罗峰伤的也不重 是 不死他也得破个像 王敦一 你少在这阴阳关心 说不定就是你操作的 你要故意谋害 是吗 哥 这事怎么能怪 顿一小哥哥呢 罗峰一直买了平安服 不想溜达不就没事了吗 顿一小哥哥 这么好的东西 也给我一张呗 要给人先给我呀 没错 你这骚执子想什么呢 那就要看谁给顿一小哥哥的 好处最多 就先给谁呗 就像这样 你俩让我 若林 你都被这人带拼了 行 各位美女学校 这个 限制五份 限制五份 荧光符文 这是给我的吧 对一小哥哥 最先给我的哟 我福祉明带送 王乐街 喂 对你小哥哥 这么巧啊 是啊 我们亲里有缘来相聚 来上午 这节奏有点快吧 不是 来上我车 刚唱到 如果 你要是很想要的话 我吃不喝你 不是 你大清早的弄得我这么上火 直说有什么事 哎呀 还怕我把你吃了 来 坐看车 慢慢聊 哇 你要劫持我呀 另外姐你去个地方 要 这么能下回算 迟到没吃点菜来找你 可以给我准备的 真不是 家里面有两张蓝嘴 谁都不起了 只有我早起 之后我去买 刘若霖他们真是暴品圈物 这么棒的男人 居然用的没早餐 那给你我来干嘛 干 你 你 好啦 现在归我啦 你买的爱心早餐 一定很好吃 真心开车 不然我们两个都不明明 那你喂我呀 我 你 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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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心早餐真的很好吃啊 嗯 嗯 对 嗯 我一顿哥哥 吃东西的时候呢 别说话 容易接着 你以后啊 别给他们买早餐了 他们是女人 就算不给你做饭 也应该他们给你买早餐 哎 有点道理啊 嗯 你要是我的男人啊 我就天天给你做早餐 我怕生上的给你吃一吃 啊 吃什么 包子 你还真是个妖精啊 老娜我是真的快受不了了 嗯 这个别墅怎么样 这么大 是你的吗 也可以是你的 特别无功不受禄啊 有些也可以啊 你昨天送我的定情信物 我到现在还挺身的放着了 不是哎 这不是定情信物 它就是一 你不要否认 一人一副 最后一张符纸的文字 我能看到 我能看到 这明明在你心里 我比刘若玲和朱喜儿 更漂亮 不是 你还能这么理解啊 啊 这套别墅 还能量跑车 都是我送你病情信物 那你在家外 还有家里都免住 你光顺与胆 我能不接受吗 不行 不行 哎呦 不是我的良心问一问 你喜不喜欢吗 不是 这个不应该摸自己的良心吗 你的良心应该我来摸 我 就是你这样的好女孩 她四个人 她都会喜欢 是吧 但是 你喜欢就够了 刘若玲和朱喜儿 都只是把你当佣人喜欢 至于那个东方寒 就是一个冰陀陀 哪有我会暖床啊 这片天地 只有我们两个人 要不 我是个山里来的孩子 我不知道你们城里的女孩 是这样的 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么主动 肯定是个坏女人 没有啊 肯定有 诸葛葛嘴里 肯定没说我什么好话 毕竟我徐小妹 在今世可是业民在外 可是你还是个厨不是吗 啊 你怎么知道 我会看相啊 我像天像地像人 我无所不准的 至于你的燕嘛 只是你的表象 就像刺猬的刺一样 不过我能看这么多 我唯不看不准人心呢 你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 豪门贵女 太似光鲜亮丽 吃到最后都会被沦为商品 你不想商业联恩 其实在我十二岁的时候 我就努力做出商量戒的样子 平凡的更换男友 让人嫌弃 这倒也是一种作宝 是啊 我二十八了 还没嫁出去 不过我很开心 因为遇见了你 你就是我一直想要找的那一 不过我很开心 因为遇见了你 你就是我一直想要找的那一 你怎么就能这么确定呢 对吧 我一直赤裸裸的用身体和有金钱诱惑你 其实有试探的成分 那如果我真的贪财又贪色 我会不会吃你鸡流云腿 那倒不会 其实寿洞别墅里面 有我徐家五十名金牌打手呢 哎呀 那看来我得感谢我自己的正直的 是吧 那倒不用 从你刚刚眼神里面 我就看出了你的不屑 他们五十名打手 根本不是你的对手 看来我又玩活资本了 不得不说 就你这个眼力 还真是天生练悬门奇术的了 那你能不能教教人家 哎 王家秘术 该不快成 那也可以出眼力也了 哎 你要再这个样子 我转身就走 谁让你命力那么大 人家忍不住嘛 行了 除了试探我以外 还有没有别的正事 说吧 我哥一直在想放手法对付你 哼 他确实是想弄死我 之前 他找陆天雄杀过我一次 不过 他没得手 我哥都是为了东方寒 东方寒 是我哥的执念 反正快要得手了 去半路杀出座你这么个陈咬金 他怎么受得了 你想说什么 反正你对东方寒又没有意思 要不你把东方寒让给我哥 我能嫁给你 这样不就皆大欢喜了 要不你把东方寒让给我哥 我能嫁给你 这样不就皆大欢喜了 即便没有我 东方寒也不会嫁给你哥 而我跟你也不可能 为什么 你有没有我的八字 这种东西还用算吗 你我之间有缘无分 那我做小的可以吧 你放心 我很懂事的 不管是刘洛林还是什么的 我都不争不强 这样你也能愿意翻下和我哥的丑恨 如果你真的只是单纯为了帮你哥 我可以答应你 只要他以后不再搞事 老实做人 我既往不咎 那名分没有 孩子总能给你剩两个吧 名字我都想好了 你误会了 我不是说答应你做小的 你为什么 我都这样了 你还不肯答应我 是不是我没有魅力 你的魅力就爆棚了好吧 你是我见过最美丽的最牛的女人 真的真的没有之一 那我可以继续追求你了 这是你的自由 可是呢 我是山里的孩子 我好追哦 我可以有同胞结症 哇 我这可以送货上门吗 干嘛有提这么多东西啊 谁让你上班的时候 跟徐小妹那小骚伙勾勾勾勾勾勾勾就被承担 哎 朱国华 我是你保镖不是你保姆啊 你别生气了 我帮你拿一点吧 不用 也不是很重 就是太多 为了拿 哎呀 若林宝贝 你就惯着他吧 之前是东方寒 现在又是徐小妹 以后还不知道有多少女人呢 谁让我 就是他老板 就是他的个人自由 哎呀 你就是栽在他身上了 我真是急死了 哎 好漂亮的两个牛尾 这么晚了还有个出来溜达 不如陪哥哥们玩会啊 黄定一 我流氓 你不是很能打吗 上啊 不花十折也在这 不 一个不够看 这好角活动 不清我 总有几个不长眼 是吧 小子还挺狂 兄弟们 废了他 牛就是我们的了 哎 哎 黄定一 你没事吧 我汗都没出 那有什么事 眼见为食 老王 你真能打 真是 放开那两女孩 让我来 回来 回来回去 这什么情况啊 莫林 希儿 哎 你们怎么在这啊 你们怎么在这 哦 我们发现你不在家就出来找你啊 逛逛逛逛啊 哦哦对 我们就是听到这边有动静 以为谁被欺负了 哎 别说了 你们不就是想来问问 哎 怎么没得手呢 黄定一 你什么意思啊 哈 你们不就是想弄死我 然后再演出英雄救美 不得他俩欢心吗 罗风 打死你也没想到 我一个能干 打架他们一群 失色了吧 真是这样 还真是两个大聪明呢 哎 我怎么可能这样呢 你看绝对是误会 你觉得我 哦不不我们有这么聪明吗 不是不是 我们能做这么蠢的事吗 哎 若林啊 你得相信我们啊 是吗 那让我们问问他们呢 别装死了 说说吧 怎么回事 问你呢 没有的事 我不认他 下年我们被冤枉的 对啊 我要告诉你毁谤啊 毁谤啊 是吗 啊 啊 走走走 松开 说 为你带着东家 太漂亮 什么作戏 我吃点 来 让我们来点 吴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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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吗 知道五人小说里的分子 老的 说说怎么回事 我说 怎么说 我们也是拿钱办事 好好好 还养吗 没错 就赶了你的毛怎么办 你个当哥的不想着保护妹妹还卖呢 我今天废了你 小妹你求求钱啊你 是他让我干的 五东强 你个混账 就是你到医院来找我的 黄队一 你不要过来 老婆 我警告过你 别再弄入我脸 你头上的伤势 没给你找记忆是吧 你还真是打着灯笼去找厕所 你找死是吧 黄队一 你欺人太善 你打了我还要威胁我 我告诉你 今天我绝对不善罢甘休 摇人是吧 谁怕谁 除活我 你确定要为了他跟我拼给你死我活吗 威胁我是吧 咱们要真打起来 谁死谁活还真说不准呢 要是我叫我干爹来呢 罗峰 你真的要这样吗 怕了 怕了让他跪下来磕头认错 然后叫神爷 你妈拿上去的是吧 黄队一 你这是在玩火 我要给我干爹告你 让他给我报仇 我把你沉浆为虞 你先走 他干爹可不是一般人 三十岁就凭着汉勇 收服了金氏整个地下世界 而后又洗白上岸 十年之间资产高达百亿 对呀 我听我爸说过 他是监视几个不能惹中的人一个 你先走吧 他不敢把我们怎么样呢 怕了吧 怕就让他滚 永远滚出金氏 永远滚出金氏 还能留你条狗命 我有说过要跑吗 若远滚 你也别太相信 我倒要看看 乃朝乃代的皇帝 能定我们为王阵之子 王阵一 你死定了 王阵一 你完蛋了你 喂 干爹吗 有人要杀我 你快来帮我 你快来救救我 是哪个王八高子 敢对我刚儿子喊大孩子 是我陆某人 很久没拉刀了吧 干爹 干爹您终于来了 就是那个爷小子要弄死我 你怎么回事了 都是他害的 他明知道我是您刚儿子 还要找事要弄死我 就是他 他还大言不惭的 说您在这个地下皇帝 没拍面的 有意思 现在年轻都这么猛 经过陆某人很久没拉刀 都保不及我了 学长 陆天雄 你的好干儿子 要把我沉浆喂鱼啊 哎我还真没有过这种体验 要不你帮我一下 我干爹都来了 你还出言没讯 你死到零头了 你死 我去找东西 赶紧 你打错人了 打错人了 我打的就是你 你个老蛋 敢得罪先生 你 你不说了 他就是山下家的鱼炒的 我一边去 算什么东西啊 先生 天雄 不知得到此 多有冒犯 请先生知罪 算了 不知者不为罪 都起来吧 老陆啊 我说你这收干儿子的眼光也不行啊 今天如果换做是别人 现在已经葬身于父了吧 先生 指不叫父子过 我本罪该万事 可是罗家对我有恩 先看在我这条狗的份上 绕他一面 我必叫人 下他一个胳膊 给先生赔罪 赶紧 不要我 不要我 我是被人唆使的 就他 他唆使我的 抓回来 给我下两个胳膊 下两个腿 行了 老陆 都什么年代 别动不动就卸别人胳膊 卸别人腿 先生教育的是 这两个东西太不长眼睛了 他们死罪可免 但活罪难逃 行啊 看在罗家对你有恩的份上 教训他一顿就是了 对了 还有那个废物 他是云城留下的 给他一条活路 先生 你对我有再造之恩 但是我今天为罗锋求情 本应该罪该万事 不是想到 我还想为先生 安前马后的伺候者 我今天把命赔在这里 也再说不惜 行了 你这条命是我给的 好好留着 别真造见了 是啊 打他们滚吧 是啊 滚滚滚 溪儿 我没看错吧 堂堂金氏地下皇陆天雄 虚愿对对一如此恭敬 很不真实 要么我掐掐你的包子 看看是不是在做梦 说什么呢你 要掐掐你自个儿的 给你掐淡点嘛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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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天雄怎么对你那么公斤呀 王先生 对呀 他说他命都是你给的 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哎呀老路的事我之前就跟你们说过 这就那次我晚上出去找东方寒 我不回来晚了吗 啊 我想起来了 是你救了路天雄的儿子 所以他如此追击你 对吧 对 你可太厉害了 有了路天雄在今世你可以横着走了 哎 不不不不 没有他路天雄 我也可以在今世横着走 我甚至能在整个下国横着走 是是是你是借老板 都这么臭女儿 行了我呢现在把你俩安全送到家了 你俩呢 抓紧洗漱最像 我出去办点事 哎 这么晚你去哪 是去找东方寒那个玉面狐狸 还是去找洗小妹那个浪皮子 哼 如果我 我麻烦你清醒一点 我要是真那么急色 我面前不就两位吗 哎你赶紧去吧 好了回来就行 嗯 还是入龄宝贝说话好听 可以给大家 哎你快走吧 我 天灾没了 就是人货 谢谢 谁 区区区一个乳食味干的小手 现在让我们四个人出手 这事太看得差了 而且让不求我们了 哪有那么多规矩 只要有钱拿 我爸爸的东西 没错 赚钱吃饭不寒财 跟他为什么话 反正是要活动的 对 哎呦 四个华镜高手 这么大的震产 上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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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强者 居然只要我们四个人了 这五年太看得出我们了 狂暴如斯 年纪轻轻 竟然 有道尽虚伟 虽然 他没赚到钱 能见识到尽强者 此行不虚 还是亏了 他已经属上没手头 这医生 我们自找 最后的业 哎呀 太久没用这招了 丢点生数了 啊 这红尘俗世啊 真摧残忍 真摧残忍 你怎么发现我的 藏身兴术 数字又就玩烂 你弄的什么招式 咱们肯定是 怎么办 怎么办 的 哈哈哈 之后 不要 加手 你见直到不胆 这股子 你这么美的东西 早就应该是我了 这个贱人 你不是口口声声说 你不爱那个垃圾吗 你怎么被他拔的头筹啊 还让我刷锅 我到底哪不如他 我比他有钱 我有的是钱 我比他帅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 你不忍 就不要怪我 我请来了江东四大花金高手 还有扶桑国第一眼 我就是要废了王敦仪 然后把他带到这儿 让他亲眼看着 我是怎么样霸占你的 反正真相只会在活人口中 我拥有你之后 就不能杀 到时候 他就是巴掌你的混蛋 不 是流氓 而我 就是那个英雄 你说到时候 你是不是就死心塌地的 变成我的女人 什么鬼东西 王敦仪 西部全 我没十月吧 四个花金高手 再一个隐忍都治不了你 王敦仪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什么人 你妹妹没告诉你吗 你只是跟我说 让我不要对付你 我就是不信这个邪 一个从山里出来的垃圾 那么多厉害 那你对我做了什么 我对你 你还记得凤舞天交会上 我送给她的礼物吗 原福 此夫对内羞生养息 对外护体反击 无论你做了什么事情 她都会原封不动地还给你 你下面非诺 你说什么 我不能人道了 无论你再怎么家财万贯 也没人能帮得了你 王敦仪 我杀了你 废宅 你落到如今的下场 全是你救命自取 如果你再敢胡作非为 我饶不了你 我 我 我说你堂堂东方家大小姐 能不能出门带几个保镖 我还送你回家 真的是 哎 不是啊 哎 我 你被洗澡没附体了你 嗯 哎 好 好 好 哇 这描劲还挺大是吧啊 啊 哦 哦 哎哎哎 哎 哎 哎呀 哎呀哎呀 你要要要要要什么样啊 我去 哎哎呀 这 通知能不能过过脑子 你看进入周围环境在说 王敦仪 废话 除了我以外 还有是一个热脸贴了 替我三番五次的来救你 谢谢啊 对不起 能让你这冰山美人道歉可真难呢 行了 想一下子有的是吧 以后缝着点心啊 喂 先生 你前些天交代我的事情调查清楚了 朱鱼龙骑士就是金氏诸氏集团的创始人朱长生 改名的事已经十余年了 宣有人知道 所以不太好查 哇 诸氏集团朱熹 是 现在掌管朱家的就是朱熹的父亲 人叫朱长生 嗯 好 这班的不错 老爷 门外有客人求见 支撑什么收到人 前来讨债 天要下雨刮风 四季春夏秋冬 这该来的 还是来了 快请他进来吧 是老爷 这位小兄弟 您是 王顿仪 王四九是我的爷爷 哦 见过小先生 快请坐 请问小先生 九爷他人呢 他还在山上 看来你还记得这件事啊 小先生说笑了 九爷是我的恩人 我怎么能忘记呢 不过今天他没来 我倒是有些心慌啊 你倒是会说话 我还以为你会给我来一句 他朱云龙欠的债 跟我朱长生有什么 小先生 那样 比人改名 其实也是九爷的提点 绝非是耐张逃避 我朱家 便遵守承诺 绝不返回 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我家小女性格顽劣 来无影去无中 就是我这个当父亲的 想见上一遍 都难哪 总还是要见的吧 是的 不过我还担心一个问题 现在的年轻人啊 在那方面都非常开放 虽然我管教颇言 但是也不知道我女儿 这几年在外面 可能要谈对象 更不知 她是否还是完毕之身 如果不是的话 我这个当地的 也不能再生了闺女是吧 朱家家教很好 她还是个完毕之人 哦 小先生你怎么得知的 你看我的脑子 小先生 是九爷的亲孙 你一定是 学了九爷的 玄门奇数吧 山一命相 那朱家有一事相求 如果能够解决的话 这赦刀赛一定偿还 解决不了 就想赖账 不不不 只不过我们朱家 现在面临巨大的面 可能因此呢 递绝不振 但是你们出家不受影响 但当初 我这亲口承诺 这嫁妆是十亿 如果我们朱家倒了 恐怕 这十亿就出不来了 钱其实是小问题啊 可那毕竟是 赦刀在凭证中写明的 若不兑现 岂不要烧天险 我这一把年纪 死了倒都说呗 可是 我女儿她还年轻啊 陆长生啊 你不用看我年轻 就跟我来这套吧 小先生 从何说起啊 你看我爷爷没来 就有点怀疑我的身份 顺便还想看看我的真本身 也正好把你们的家族危机给捡 所以才在吕诺上 才有缓冰之机 雷骨王家 果然人结背书 小先生年纪轻轻 不会面不计 当着真人 就不说假话了 别人也是有这个意思 但绝对没有 对九爷和小先生不敬 更不会有戴上的想法 你能真这么想就好 别折腾了 如果真把人折腾没了 神仙来了不久了 没错 我们书家能够有今天的成就 凭的就是 王家鬼谷的通天手段 我们之家 绝对不会放弯凤凤凤 真的就是希望 能够不打折扣的内容 这样 还是我大小女 价格玄逊 才会更加的幸福 你说是吧 行了 这工地人怎么这么少 小先生有所不知 自从出了那邪门市之后 死了六个人 所以这个地方 目前就没人敢动了 工人也是那个时候测的 这块地这么大 而且位置还不错 花了不少钱吧 可不是吗 这个地段是我们京城目前 最好 就是最后的一块地段 花了六十亿 耗尽了我们集团所有的资金不说 还让我们负债 都破了值啊 哎呀 怪不得你跟我说 你们公司已经到了悬崖边上了 如果现在 不从今启动的话 集团会被拖死的 如果要不是九爷 神龙见首不见尾 我早就登门 吸请九爷来帮忙了 哎呀 雕虫小气 何须麻烦他老人家 哦 原来是这样 那可就太好了 那还请小先生 施围 九阴市阳镇 有点门闹啊 九阴市阳镇 有点门闹啊 小先生 这果真有阵法 之前死的人 是不是都在那一块啊 而且死都是难的 死之前 还没办法控制自己 对对对 小先生说的太准了 就是那个地方 只要一动啊 就会出事 三个当场疯了 然后跳了楼 还有三个 是因为机械的原因 操作不当死的 太惨了 嗯 这个阵是专门针对你的 哎 如果全是女性施工队的话 啥事也没有 这怎么可能呢 我们这里又不是女儿国 不管怎么说 还要请小先生 一定要破这个阵的 哎 简单 你找几个工人 拿几个铁锹来 你是说 要 动那里的土 那可不行啊 没人敢动的 你这是在解决问题吗 这 好 那我就听小先生的 马上安排 看到了吧 什么事也没有啊 小先生真是受到了九爷的真传啊 厉害 厉害 哈哈哈 嗯 快把它放下 打开 快把它放下 打开 果然是以东方寒的九爷命格为真言成心的 这东方家也太狠毒了 用这种方法来害我们企业 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我要登门问罪 哎 朱老板 老吉啊 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 哦 喂 东方寒 朱家工地 停工 是有人布了邪阵 我在里面找到了你的东西 与我无关 那块地我东方家确实很想要 但我只会用正当手段争取 你的八字和头发都给过谁啊 徐步群知道 至于头发 他请我做过美发 好 我知道了 您少走 东方寒 用这种手段 可不光彩啊 朱总 此事绝非我所愿 我也是被蒙在鼓里 肯定是徐家所为 我怎么知道你所说的是真话 而不是在拼下责任 朱家要见面这块地 给徐家的留言 可是让徐家的股市涨了一波 哎呀 其实徐步群呢 他养了一个邪门的风水师 所以这个东西吧 他也是他的风格 我俩也是表个态 这事上 我东方家与朱家共进退 朱家目前资金有难 我东方家全力值得 朱先生 变了一步 做大做强 纵神联合嘛 好 为了表达我的诚意 这个项目的三成分给你们 合作一块 合作一块 那你们先聊 我到那边 黄敦一 我之前那么怀疑你 你为什么还是相信我 你忘了我是干嘛的 我的眼睛就是齿啊 也是 那个 对不起 你干嘛又道歉啊 这可不像你冰雪美人的作牌啊 之前的事我去调查了 是徐步群给我下的药 而且他还害你 是我误会你的 可他不自诩聪明绝顶 却如此愚昧 哎呀 迷途知返还不算晚 自从那以后 我一直留着他 他很有安全感 哎呀 这么个垃圾 你留着他干嘛呀 我这平安服多的是 改天我再给你做一个 谢谢 哎对吗 多笑笑 好看 我请你的 潘见识 潘见识 你说怎么了 若家阵法被破 这犯事了 什么人能破您的阵法 应该是我陆敦一 有一个王家 果然面不虚传 又是王敦一 你皇皇正正呢 是出什么事了吗 是朱家 朱家坚决不卖那块地 他对外声明 要和东方家强强连手 建一个新城 导致我们徐家损失惨状 都是王敦一搞的管子 要杀了 这个王敦一 必须做点 这样 你再多给我点时间 我再弄一个更大的身法 来一招寝君入翁 让他灰飞烟灭 好 只要能够让王敦一消失 把东方寒抢过来 耗资多少能力 哥 你收手吧 不要再对付王敦一了 不可能 哥 你还没发现王敦一 是卑鄙寻常的人物吗 你不要再直入弥补了 行不行 不行 他害我不能人道 害徐家损失惨状 我批什么放了他 你这是疯了吧 整个徐家都会被你拖下水的 你鬼迷心窍 胳膊中我外拐 吉尔大 我蛋怎么了 你是我妹妹 我凭什么不能打你 我就是在保你 你要是想听我的 不要再胡作非为 我要先见其名吗 闭嘴 我告诉你 你再多说一句 别怪我不客气 别怪我不客气 我就要说 看到去他就不是个好东西 他的手段阴手无比 会坏是像风水的 放死 潘天师是我请来的客气 你对他尊重一点 哥 看你真是糊涂了 在我看来如今这局面 不是你过度信任 潘道局的邪术导致 才赵了报应 够了 王敦一是和他的神仙人物 他根本就不是好队 说他总会害死你的 徐少 小姐会如此说 应该是被王敦一 迷糊了心 这要是传出去的话 恐怕 来人 把小姐给我带下去 没收手机 断绝一切和外界的联系 没有我的允许 不准离开 徐不准 你真的是 吴可救药了你 吴可救药的是王敦一 我会把他错过杨徽 然后再让东方家和朱家 臣服于我 到时候 东方行和朱希儿两个表 就跟贵子 你可算回来了 什么疯 把我们家火火区的楼下来结尾 你别说风凉话了 我一生大麻烦了 我爸说我未婚夫来了 让我必须回去 这女大当价 这很正常 不是 就很离谱 你知道吗 我爸居然为了还债 把我许给别人了 疯了吧 这是 欠债还人 天经给你 对你小哥哥 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 表扮一下我的男朋友 我有什么好处呢 请你一下 别 这是对你的好处 你可真不要了 我告诉你 你发生你必须帮我 也不是不行 反正 你需要这个 行 给给给 行了吧 臭财迷 走 你行不行 待会别露信了 哎 这方面 我是专业的 轻一点 轻一点 那得加钱 我叫你轻一点 哦 那我等会轻的时候轻一点 你是不是故意到你 哎 别诽谤我呀 你看啊 我为了当好男朋友对吧 而且你知道那个屋里一块除了你爸以外 还有多少双业 嗯 也是 走吧 先进去吧 对 朱城市 我告诉你 你是想把我随便嫁给别人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我可就你这么一个女儿 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出嫁呢 那要是出嫁的话 你得风风光光才行啊 你别浸挑些好听的是吧 还什么包办婚姻 我告诉你 我是绝对不会沉浮于你的风剑思想的 什么屈服风剑思想啊 我要给你找的这个对象 那可是优秀极佳 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你要相信你老爸的眼光 绝对不会敢做的 你肯定会喜欢 不可能 我喜欢的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我就喜欢他 小伙子果然不错 英俊潇洒 高大威猛 风流替党 一表人才啊 你们两个在一起 那真是般配呀 不 是绝配 哈哈哈哈 爸 那你说的婚姻 就做办了 那可不成 你这婚姻大事 岂可儿戏 说话要算话的 朱城市你还我呢 我告诉你我非凡对你不嫁 是真的 当然了 何况 何况什么 何况我的第一次已经给他了 你 难怪这小子能算的 这丫头还是除 甚好 甚好啊 你们在笑啥呀 啊 那个那个什么我我我我我 我我这个人笑脸很高的 就是一般不笑 除非 除非什么 你们到底在做啥呀 丫头 我告诉你吧 我要给你找了一个对象 他不是别人 就是小王先生 你 你们 你们赢我呢 我没演你 我就是都是你爸 就非得拉着我跟他演出什么无间道 我就是觉得吧 还挺好玩的 你 王顿一 我杀你 别别别 我错我错我错 哎呀 我好乱啊 脑子都不够用了 好烦呀 怎么办呀 你说 我也觉得挺巧挺有趣的啊 那你说 我们怎么办啊 什么怎么办 我们俩有婚约 我跟说林宝贝又是最好的闺蜜 我总不能做这世界上最讨厌的人吧 我把你当兄弟 你想说 你刚才对我又楼欲倾又抱的 怎么 现在想过客拆桥啊 但你也不能把桥真拆走啊 你不能假戏真做吧你 你要不喜欢我就直说 你背着我跟我爸去提亲 不就是想给我个惊喜吗 哎打住我只是去追债的 你跟你爸只需要履行婚姻承诺就好 我又没有逼你真的要嫁给我 你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你跟东风寒两个人的婚约是一样的 我还有别的未婚妻 什么 你还有别的婚约 什么 你还有别的婚约 我家老爷子给我安排了不知多少个婚约 我只是 但我又不结婚 我只是去完成任务 说来说去 你就是嫌弃我呗 哎没有啊 没嫌弃你 是若林宝贝更加的温柔 但是我不也更性感吗 难道就对你们有点点吸引力吗 有一点点了 比如说你的春软胸大要细的 王笨姨 你这是 我说的是实话吗 那你到底搞不考虑我吗 考虑考虑 王笨姨你别得了便宜还买乖 我珠希尔眼光高正呢 有东西我都看不到 嗯 蜥儿 啊 说早早早早早到 哎 我怎么有种被捉奸的感觉啊 你看 王笨姨 真他妈该死了 你个狗东西 居然背着我小妹勾搭我蜥儿 你他妈想死啊你啊 刘东苍 你想辟去呢 谁是你蜥儿啊 哎 蜥儿你知道我对你真心的啊 哎 俗话说的好日酷才能见人心嘛 一定会爱上我的 你别恶心人了 我喜欢的人只有王笨姨 你算哪个宠爱你 王笨姨你真他妈该死啊 等脑子废呢 我看蜥儿还会不会看上 刘东乔你真是地吃不地打呀 这里是金氏 你操控什么 啊 来 看看我身后的事情 他们都是我云氏的一流高手 正规的 他的靠山露天雄又不在 我看谁能救他 我看谁能救他 刘东乔 你还真蠢 谁告诉你露天雄是我的靠山 屁话真多 脑子管你靠山是谁啊 啊 我告诉你 流脑子废了 屁儿 就是我的了 哈哈 我的靠山 永远都只有我自己 你要干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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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真不应该给你们云氏刘家的面子 就应该听露天雄的 废了你的双腿 让你后观伤在轮椅上 不过 你废了我双腿 要不是看他若林的份上 你早死了 博德义 你回来我错了 我 我以后不找到你了 啊 晚了 我怎么没关呀 双铃宝贝 双铃宝贝在吗 双铃宝贝不在 电话关机 是不是被刘强东那人带抓走了 哎呀 他已经回云氏了 啊 刘强东那人真是言而无信 刚才真应该踹他一脊脚的 哎呀 他已经得到他概要的惩罚了 您就往死后去 啊 哎呀 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 若林是被带回家 又不是什么龙潭虎穴 我急什么呀 他这次可是逃风逃出来的 被抓回去 肯定会被限制自由 然后被迫嫁给一个远不如你的陌生人 他对你可是情根深重 你不会不管吧 管 我一定会找时间去趟云市 只要他不想 没人能限制住他的自由 对 把他带回机室 我还有好多事情要跟他说清楚呢 可怜的若林宝贝 他的未婚夫肯定远不如你 不过我还真有点担心 你天门阴沉 而且有灾结缠身指教 你命格还很特殊 这灾结最近还专门缠绕你这种命格特殊的 我还算不准时间 要不这样 你你跟我去趟云市 跟东方家婆做的业务正式前所就在明天 我跟我爸都是大股东 必须同时在场 以你的本事带回若林宝贝 要不要一天青春吧 你又有啥事 行 那好 那我快去快回 哦对了 我给你的平安符随身携带 你放心去吧 我会加强安保照顾好自己的 你弄上追安去 大哥 我儿子的腿彻底废了 此臭不报 我枉为人父啊 小强是为了帮我把若林带回来 才会遭此可祸 这件事 我不会不管 这畜生 也不知道是什么来头 居然 不把我刘家放在眼里 这也是赤裸裸的 打你在云市地下皇帝的脸啊 小强 这一次受苦了 你放心 我会为你主持公道 大伙 这小子仗着自己有点本事 不但废了 我还玷污了小妹 让我爸 让我把他留家精锐 把他带回来 我要将他随时万断 别费心了 我来了 大伙 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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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强 杀了他 杀了他 废了我儿子 居然还追到刘家来 你简直是找死 刘家的龙卫呢 都死到哪儿去了 把他给我拉下 如果你是叫门外那摆下来个 我劝你别费力气 他们都躺着晒太阳 你小子不要给我猖狂 我正好亲手废了你 年纪这么大 就别那么冲动 我今天来就是要带路里 很久没有看见我 这狂妄无知的小贝了 无我女儿 背质而闯 我刘家还口出狂言 真是弃我刘家无人吗 大哥 小强 还让你精神出手了 我爸 有我在 我告诉你 你也死见了 我大哥是真正的划行宗师 最高的优劣 我三天五公队 我也是 我三天五公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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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你 师从佛处 阴仙 一死 管 压个人 何谋 你��� celebr 废超 白 白 对 FX 刘玄德拜上 见过鬼谷恩公传人 大宝 大宝你干什么 一纯 跪下 这是鬼谷恩公传人降临 不耽误你 大哥 你快起来 怎么 我说话不管用了 跪下 你快起来 你这是干什么 王文医 我是回家不是被绑架 我说你嘎嘲对我父亲 爸 你快起来 爸 我没人都回来 他这只让人家起来 啊 爸 爸你这是干嘛呀 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昨年女孩早说你的男朋友是鬼谷王家的传人 不能哈利菲 你快起来小船把你叫回来啊 你说 王哥一说的会不会 爸 他反正不会有错 小王狗 你就是鬼谷恩公九爷的传人吗 嗯 王四九是我爷爷 当年就是九爷救了我的姓名 叫我闪电五连鞭 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刘亚 可是我们却永远无助 冲撞了九爷的遗孙 真是罪该万死 是 是小王公将罪 无妨 啊 这会不会太吵了呀 这 这就是冲本 小王公为了你独闯我 刘亚终于见得他比你的真心实意 爸就算死了 也放心了 大宝 大宝 你事不弄错了 这咋在沐河上是鬼谷传人了 你事不弄错了 这咋在沐河上是鬼谷传人了 混蛋 你还敢给小王公无礼 爸 韩哥突然杀了王终于 王终于看见刘亚的面团长 一次又一次的饶过他 可他还是不依不饶的 小姐 你真是胆大妄为 从今天开始 你被逐出刘亚 滚出去自身罪命了 我这个 滚 我这 我找我兄弟救救我 我现在队已经被他滚住了 叫我喂死了 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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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把他扔出去 还是我来 大宝 大宝 死不住 我死不住 自己来吧 大宝 老二 伯父 之前多有得罪还望韩 понрав 蛇刀债务玄德 谨记在心 我看 不如择日 完婚 我留家所有家产 都可以作为嫁妆 徐小妹 东方海和朱伙伙出事了 我先走了 王敦一 乖乖等着 别怕 王敦一 你终于了 你要是再不来的话 我都要忍不住 上里的这两个未婚亲 你行吗 王敦一 小铁子 我现在就要杀了他 师兄 杀欧赵 他此刻还要重来 我们得接他无证 定能让他昏飞爬死 王敦一 你那么有能耐 敢过来撞人吗 王敦一 你别过了 没错 你赶紧走 去不去 你再怎么熊熊已急了 也不敢杀我们的 他给我闭嘴 我告诉你 把老子惹好 我现在就找几个乞丐 让他们尝尝本事最贵的两朵金花 不得了 那个 你个变态 董方寒 你当时怎么黏瞎了 看上这么个玩意儿 我真是瞎你了 我现在想想就恶心 你别逼我 王敦一 孔人上船的本事去哪儿 啊 是吗 现在怂了 谁说我怂了 王敦一 你别被他激将了 这个阵法很凶狠 你别过来 你死了 他也不会报告我们的 不如留这有用之声 替我们报仇 快点两个嘴过风起来 说呀 王敦 你就是个垃圾 你不是嘴上说不总吗 你敢来救人吗 你干嘛 不是啊 他根本就不敢跨了此阵 此阵来死此阵 若不是这两个 你恰火的九零九粮的命 我也无法布下此阵 管怕什么鬼谷子 什么奇门刀主 都是狗屁 只要他敢跨入此阵 我报他灰飞烟灭 两个没见过世面的家伙 区区九阴九阳外沙阵 能让我灰飞烟灭 优优独什么外来 优独什么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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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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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顿一下心我來幫你 啊 徐小妹 你个吃你爬了一个东西 对 你是我哥 可是他是我最爱的人 你们两个生死搏斗 最动物的人是我 徐少 暂时不要管小剑 政法已经开启 就算天王老子来了 也救不了王顿英 还有 现在最好不要乱动 我们所处的位置 在整个政法当中最安全 其他地方都已经被阴阳杀气所天使 凡人入死这 使得死无声 可你不知凡人 也可比肩神明了 新秀刀符 三才齐出 一符 叩天门 二符 问天道 三符 谢天威 天雷不滚 忠贤不灭 天雷不滚 忠贤不灭 我 我 啊 怎么可能 你年轻轻轻的 就能轻易五行了 啊 啊 啊 哥你怎么哥 小美 啊 我应该 你撑住 我要说你记忆 保全 天作孽有可为 自作孽不可活 我不怪你 只是我不知该如何爱你 为什么 你又没有我的妈妈 这种东西还用算吗 你我之间有缘无缘 我没总是的 不管是流落灵爱之什么的 不得不斤不强 这样 你也能愿意犯下我哥的宠爱 我以为我会死 你这么美好 我怎么舍得天主红颜呢 谢谢你 救救了我一次 没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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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敦一 我没死我没死啊 是你没死啊 我就知道你最厉害了 一定能赢他们的 你太厉害了 嗯 哎呦你要再不下来我可真死了 嗯 初心儿你快放手 王敦一要是有什么闪失 我饶不饶你 哎呀 我怎么会让他有闪失呢 我最爱你了 拜拜 别咬了 我真累了 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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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敦一 我看上他 你看上他没用 得他看上你才行啊 他自然是看上我了 不然也不会先到我东方家 上门跑聊不愈 你少往脸上贴心了 王敦一不喜欢你这种冰块脸 他喜欢我这种又带又热心的 希儿 你不是应该帮我说他的吗 难道你也喜欢王敦一 对不起啊 若林宝贝 我也刚发现我和王敦一也有婚约 什么 你跟他也有婚约 嗯 可是我的婚约对象也是王敦一啊 什么 这老王家到底跟多少人有婚约啊 不要大惊小怪的 除了我们三家 至少还有六人 啊 东方寒 你怎么知道的 动点脑子 九爷当初放出车刀债 为何都要婚约 是啊 为什么 难道他有很多子孙后代吗 不对啊 我听我爸说过 鬼谷王家一直都是一脉单传 那为什么他会要放出这么多 舍刀债的婚约呢 我看了我爷爷的遗物 他里面详细记载了九爷舍刀石的情况 九爷曾让我东方家全力寻找少号一脉 西方家和文王一脉 北宫家传承所在 你们东方家传说是福西一脉 九爷是在找四方地脉 不止四方地脉 还有五地地脉 九爷的目标应该是九地地脉 九爷的目标应该是九地地脉 刘家大小姐不愧是汉代皇室后裔 果然是秀外惠中啊 那我家南部城也是我们地后裔 你们应该都是皇室后裔 毕竟明皇后裔着实不少 九爷的目标应该是大五地地脉 除我刘朱两家外 应该还有秦唐宋三朝皇室后裔 一个孙子要许九地后裔 这九爷心也太大了吧 我都可以称之为最强机油了 我听王顿一说过 这收到债的婚约呀 订婚了也可以不结婚 在未来的某个时间节点 婚约是可以取消的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争 一点意义都没有 还不是你 一屁股坐下来就宣告主权一般 说你太常王顿一了 要不然跟你皇上供死了一场 我干嘛挤对你呀 我这也是来表个态度 我要跟你们公平竞争 我同意 公平竞争 反正选择权在王顿一 我也没意见 只是不能让别人抢了去了 还真是便宜王顿一了 当时还有谁能让我们三个 任他挑呀 这也是鬼谷王家应得的 如果没有九爷 我们三个恐怕早已经家到中落 那个时候 没有自保之力的红颜 岂能不遭添堵 是这个道理 那么既然说开了 咱们也别着急内斗 必须把王顿一 留在我们三个人之间 绝对不能便宜了别人 那不是王顿一吗 他这是要去干什么 是是他 他这是要 他 还愣着吗 快追 王顿一 停车快快快快开车 王顿一快停车 啊 啊 啊 哎等等我 啊 老王你给我建筑 你要快去哪 被咬了 啊 危机 先生 发生什么事情啊 你你怎么了 这么着急要被揭 是要离开京市吗 先生 什么事情啊 告诉我 我天穷干脑涂地 也要给你解决 这些人解决不了啊 啊 先生 以你这样神仙级的人物 那个徐家随时压制 还有你解决不了的事情 三只老虎 一定要不可怕 哈哈 先生 你说的是东方家 刘家和朱家 三位大小姐吧 我告诉你 三个女人 她一台戏 她们要是抢戏还好 我还能坐在房间客瓜的 哎 可我掐指一算 这三人明显奔着我来的呀 这我还有活路吗 哈哈 先生啊 最难销售 女人文 何况是金氏和云氏 三位顶级的美女儿 呵呵呵 哦 我的天哦 头大 哎 先生 你魅力无双 普通人呢 只要得到一味的亲爱 那就是人生赢家 你是一网打尽 天兄实在是佩服佩服 哈哈哈哈 人多了 那也是一种麻烦呢 先生 你这是背景要去哪呢 山城 山城 去山城干什么 我去山城看看我老爷子 给我找的那几个媳妇呗 媳妇 出去办事 雾面 在家等着 等我接你们上山 哈哈哈哈